如果方程是2x平方加3x减4等于0的两个根 分别为α及β 那么α分之1加β分之1的值为何 好,那我们呢知道根与系数的关系 α加β呢,等于a分之-b 好,那α乘β呢,就是a分之c 好,所以α乘β呢,我们又可以写成是-2 那么我们要求的α分之1加β分之1是多少 我们要先把它通分 好,要通分的话呢 我们要把分母改成αβ 所以前面的这一个分数的话呢 我们就上下成β 后面呢,就上下成α 好,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之后 就是αβ分之α加β 好,那α乘β呢 是等于-2 那α加β呢,在题目这边是2分之-3 好,所以就是2分之-3 除以-2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导数 就是乘-2分之1 好,复复得正之后呢 相乘的结果就是4分之3 所以我们答案呢,就选择珠 好, Ges-2分之3 好, ή几个小的蛋糕 感谢观看